同学们 现在开始发奖状 哦 老师怎么只拿了六张奖状 我完了 我告诉你没搞好 买奖状的那个人一定是我 安静 第一张最佳助手奖状给大宝 什么 竟然有我 大宝每天任劳任院 奥老师擦灰板给帮你抓住浇水 所以这个最佳助手奖状给大宝 耶 太高了 我也有奖状了 学学老师 嘿嘿 我这次考了100分 肯定有我的三好学生奖状 第二张最佳气氛奖状给黑暗魔王 没想到我还会有奖状 黑暗魔王 你虽然平时有点调皮 但是也活跃了班级里的气氛 让大家每天都笑嘎嘎 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上课 所以这个最佳气氛奖状 应该给黑暗魔王 我这还是第一次得到奖状 黑暗魔王 你就是不开心吗 不是的 老师 我大人激动了 谢谢老师 第三张运动性奖奖状给王子 王子在这次的运动会上 长跑第一名 跳雨第一名 取得了两个第一名 为班级争光了 所以这个运动尖叫奖状给王子 另外还有奖杯也给王子 谢谢老师 忘了忘了 这都发了三张奖状了 肯定是没我的了 我也好紧张啊 第四张音乐之星奖状给贝儿 太好了 竟然有我的奖状 贝儿 你在这次的音乐比赛里 带领着大家获得了年纪第一 训练的时候也尽职尽责 所以音乐之星奖状和奖杯给你 谢谢老师 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还有最后两张奖状 白学姐姐和安娜都学习那么好 不会是我没有奖状吧 第五张三好学生奖状给安娜 安娜平时学习认真 学习态度也很积极 每次考试也很优秀 所以三好学生奖状给安娜 谢谢老师 怎么办 现在就剩下一张奖状了 三好学生奖状给了安娜 我肯定是那个没有奖状的了 我也好紧张啊 这最后一张奖状是谁的呢 现在开始办法最后一张奖状 这张奖状的名字怎么看不清 这个怎么犯啊 现在只有白雪和熊妹没有奖状 白雪学习那么好 我觉得应该是白雪的 不是吧 熊妹总会帮助别人 我觉得应该是熊妹的 我也觉得应该是白雪的 我觉得像熊妹的名字 这可怎么办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张奖状应该是谁的吗 觉得应该是白雪的奖状 就发送依依依 觉得应该是熊妹的奖状 就发送R2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